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中方对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 执意安排蔡英文过境篡美 提出严正抗议 予以强烈谴责 美台相互勾连 以过境为幌子 安排蔡英文在美从事政治活动 妄图借此提升美台官方往来和实质关系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这也再次证明 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的根本原因 使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推进以台制华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将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落到行动上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将继续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